聽到大家的故事 甚至就是剛剛有一些想法 等一下待會有機會還可以 想要詢問一下 各位好朋友 我們今天會想要突然 真的是突然 想說有這個機會 我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 請問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想要回到學生時代的人 請舉手下 如果現在你覺得以現況來說 我好想要回到 學生時代 就是再來做這件事情 我好想要回到 學生時代的情況 來做這件事情的人 請問一下給你們五秒鐘的時間 如果想要做這件事情的人 請舉手下可以嗎 就是來做現在的事情 就是 因為剛剛大家很多人都有講到說 因為 出了社會之後 有好多的拘束 導致我把做很多事情 這樣子 你剛才說 換一個想法想說 你們在大學時代的時候 各位的夢想 還沒有被實踐的 甚至就是說認為在你學生時代 在那個時候是全盛時期 可以改變到你現在的 就是想法 甚至一些經驗等等的話 有的話也可以幫我們舉個手 這樣子 算了 還是不太懂我的意思嗎 有聽不懂嗎 聽不懂 好 就是比如說 我現在是一個同學 我是一個學生 這一點當然講 就是學運 只有學生的身份的話 會變成最大的阻力 但是有些人可能跳脫到 跳脫到一個限制 比如說我真的要上班 要工作 沒有辦法去支持 然後就是類似這樣子 如果當時就是 你是換成學生這個身份 你可以做比較多事情的話 那麻煩幫我舉個手 好嗎 都沒有 都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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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因為我們想要就是 想跟大家聊天 以聊天的方式來進行 因為我們兩個其實 說實話的 我們還沒有經到社會 因為我們在對社會這部分的話 認識上面 或是經驗上面 真的是少只有少 所以當然就是需要 來這邊跟大家做 分享和配合 比如說其實我剛剛很想要去找 就是微電影的部分 其實我現在一直有在幫學校 排微電影 然後但是 其實我不是設計的人 我也不是說 完全是讀設計學生 我是上學的人 但是 因為是有興趣嘛 那 很簡單講說 我們接下來要排的部分 就是 是藉由學校社團的部分 因為其實在學校社團 因為你看像剛剛 這位有講的部分就是說 其實不知道自己學校裡面的社團 到底 不知道在做什麼 甚至就是說 你看你是有想法 可是沒有辦法被表現出來 那 我們這邊就是要 以社團的方向 就是來跟大家講說 其實 在社團是在這個社會上面 甚至是 在以後要出入的上面 是另外一個 夢想的遊覽 也 因為很多同學 甚至就是像我們一樣 就是 因為藉由社團 找到自己的夢想 和 想要自己的 學習的目標 其實像我嘛 像我其實大一的都是 非常非常鬼混混到一個極致 就是 已經被三二過了 就是 沒有過 可是後來呢 就是開始浪漫接觸社團 公司在經營 對 把社團的公司在經營之下 我們的形象 我們的感官 甚至去跟人家接觸 都會有不同的層面 對 我們現在是以這樣的想法 出發點 就是可能比較想說 要跟大家用聊天的方式 可是剛剛好像沒有很多人 對 那 先分享一下我們的經歷好 對 呃 你要先從事 你先講 就是你的 這是我的嗎 就是 呃 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好了 就是 呃 我比較 你知道大家說我不陌生嗎 因為我剛剛 我剛剛有跟大家講比較嫩耶 然後 其實呢 其實在這邊的話 因為像我們學校 像剛剛講的 我也認為是說 學校的部分 為什麼社團可以這麼的效果 甚至是說 呃 一些等等 比較負面的 所以 你們會想要有種 想要把它改變的想法 那 呃 我從大一開始的話 就是到我們學校 就是開始去加入 學生自治 組織 那 它其中裡面 其實我們接的時候 是非常尷尬的 因為像其他學校應該都有發生過 或是像其他的公司 比如說 然後 財務的危機啊 就是 呃 錢到底去哪裡了 然後 被花到哪裡去了 然後人家的 人家對你的信心度 跟知名度 就是這樣子 一直這樣往下跌 然後 我們接的時候 剛好就是 我們親愛的學長姐 不好意思 說學校的環號 我們現在來學長姐呢 把我們家的 費用 A到快 一台休旅車走 然後 就還真的有買一台車走 然後 但是就是 沒有辦法追回來 那我們接的那個時候 通常就是 就是最低迷的 那 從這個時候 我們才發現就是說 原來 原來 其實很多人的夢想 就是因為 互相不信任 甚至就是說 這樣子 呃 不敢說是學生啦 其實現在大人也是 提皮球 提皮球 然後 消極了消極 然後認為上班 就是行私走肉 的一些 負面的想法 那我們就是想要改變它 所以 呃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呃 先第一張好了 這是 這是為我們就是 學校的同學做一個 搖籃的部分 其實 呃 大家很難 呃 這個是美國最長的 大家看得出來嗎 可是這是完 就是也是一樣 是完全手工制 而且是 我不是設計學位 這是我 我跟同學一起做的吧 然後 要跟大家聊個 等一下 不好意思 就是想要跟大家說 想要跟大家說說 校園的部分 其實從學生會開始 待起來 就是我們比較像是一個公關公司 我們接觸的點 就是有包括藝人 然後 他的需求 甚至說 剛剛就是說有四級的部分 其實 衛城接班 就是那個 光超四級 然後等等這些 雲門五級啊 什麼那些 其實我們算是 學生 就是這一個組織裡面 我們算是中介人 我們不是所有的夢想的起源點 但是我們會經由去接觸其他人 或是中間的這個想法 我們會吸收到其他人的故事 然後甚至就是說 如果 假設我 我遇到這個問題 我可不可以先想過 就例如 例如來說好了 就是 像 呃 我剛才說的一個公司的一個 財務的危機 那 要怎麼去定制呢 像 大家應該很難了解 就是現在 欸 很容易了解 就是其實我們在 學生組織裡面 有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 行政院 行政院就是一樣 就是學生會的行政中心 第二個就是 議會的部分 就是立法院 就是現在被佔領的那個立法院 然後 在第三個部分 叫做 呃 評議委員會 它就是屬於監察 監察院 那 這個大家都在幹嘛呢 就是其實呢 其實你看學生就是 感覺就是 感覺就是 感覺很麻煩嗎 可是都在瞎嗎 可是 那個 剛剛寄的那個 沒有我上去嗎 可以幫我看 可以幫我看一下那個 黑板的圖嗎 有一個黑板圖 這個 那個 先簡單跟大家講一下就是說 其實我們運作的方向啊 就是其實真的跟公司很像 像這個 個人的問 個人的簡介 再來就是 呃 訂定了一個公司的一個規定 然後 組織架構圖 然後包含我們 今年的年度計畫 然後等等 這些等等就是 屬於我們公司營運的方向 和一個學生的部分 那 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嗯 其實這個 這個方面 很多就是我們夢想的一個出發點 呃 例如什麼呢 像 剛剛說的 微電眼的部分 其實我們學校有設計學院的同學 他還蠻 他們都是蠻努力的認真 認 蠻認真的 可是變了一個狀況 他們在學自傳的時候 他們只是會要 就是被老師要求說 要做出這個作品 就像我帶的一個學妹 其實她對於創作 對不起 沒講你了 你繼續講 其實 不然 那個 其實像 就是像她這樣子 就是 她只會想說 呃 她只會想說 她只要交出作品 她變成是說 她一個思考的模式已經沒有了 可是 呃 像她就是進來之後 我們就是想要讓她刺激她 所以現在的部分就是 她有一些創立和想法 像我們學長姐也是這樣子 呃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青年籌備會啊 青籌委啊 等等這些 其實這些都是學生的力量 那 呃 想要跟大家在這邊強敵的是說 呃 我們藉由這個方向 還有這些想法 成為一些各個世界 呃 各個的 夢想的妖欄 譬如說 像是專門去拍電影 像 呃 大家知道你國藝吧 大家也知道 劉毅好不好 他其實都是 我們學校出生 然後但是 但是他們是藉由社團的方向 然後去找到他人生的目標 就是 呃 對不起我真的很多話 呵呵呵呵 我們的家人 和他們無法括 我們聽說 很疑 一個 對 對 記者 寶寶 諸 無 呢 你